《约书雅记》共有24章,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1-5章,进入应许之地 第二部分,6-12章,征服应许之地 第三部分,13-22章,分配应许之地 第四部分,23和24章,立约侍奉独一真神 在征服了耶利哥以后 约书雅率领以色列人向西推进 想要称圣拿下爱城 爱城的位置,根据圣经的记载 是在伯特利的东边,靠近伯亚文 不过,爱城到底在哪里,还有不少争议 最近被圣经考古学者发现、发掘出来 比较贴近圣经里所描写的爱城 叫克伯特·马克特 这个遗址就向圣经记载 在伯特利的东边大约2公里 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大约15公里 其实,当时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做爱 这样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因 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 在古时,城市可能因为战乱 或者是水源枯竭被放弃 而人民迁移之后 还可能沿用原来的名字 要确定一个地点 需要考虑地理位置 城市的结构 及发掘出来的文物 它们是不是和圣经的记载资料吻合 这个最新挖掘出来的爱城遗址 面积大约1万多平方米 是个规模比较小的城堡 人口也比较少 很符合约书亚记七章三节所记载的说 那里的人少 在城堡的遗址里 挖掘到两颗埃及的圣甲虫印章 一颗是属于公元前15世纪 另一颗刻满圆圈图形的 是属于公元前16世纪 证实了城堡存在的时间 和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期相符 这个城堡的城门 在城的北面 对着一个小山 中间隔着山谷 从这张航拍的照片看见 耶利哥 耶路撒冷 和这个爱城遗址的相关位置 在照片的右边 就是爱城的西面 有一个很深的谷地 有利于隐藏伏兵 所以 无论城的结构 和所在的地理位置 都符合约书亚记第八章里 工程计划的细节 我们今天所在的废墟 地理位置恰当 我现在站的地方 就是爱城的城门 城门尚未复原 但可以看到 这里有四个门房 城门向北开 对面的小山 可能就是当时 约书亚大军驻扎的地方 其实爱城 究竟在哪里 并不重要 我们主要的是来看看 攻打爱城的过程 和意义 约书亚记七章 二到五节记载 以色列人听了探子的报告 轻视敌人 只派三千兵力去攻城 结果大败 进攻爱城 圣经只用了四节经文 来交代这场战役 以失败收场 以色列人显然犯了因胜利而骄傲的错误 他们忽略了攻占耶利哥 是神在为他们打仗 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军队 但约书亚没有在行动之前求问神 其实这场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第七章一开头就点明了 以色列人在当灭的误上犯了罪 因为犹大支派中 加米的儿子亚干 取了当灭的误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神告诉约书亚 这就是爱城之败的主要原因 因为神没有跟他们同去征战 神也只是找到了犯罪的人 就是犹大支派的亚干 约书亚命令亚干 在神的面前认罪 然后以色列众人 把亚干和他偷取的一件 室拿衣服 就是巴比伦人拜偶像的华丽衣裳 还有两百舍克勒银子 一条重五十舍克勒的金子 连同亚干的一家人 和他们的一切财产 牛羊等 都带到亚哥谷除灭 这表明了以色列人决心除去 他们中间的罪 亚干的罪不但连累了 以色列的军队 也连累了自己的家人 我们也要小心 我们今天隐藏的罪 也可能连累到我们周围的人 让他们受到了亏损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 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 他的城并他的地 都交在你手里 当罪的问题处理好了 约书亚就遵照神的吩咐 设计了一个有效的战术 终于得胜 我们今天面对挑战的时候 也应当先求问神 认罪悔改 再求神给智慧 制定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 自己带着主义部队 到了爱城北边的小山 隔着谷地对着城门 引诱爱城的人出城和他们交战 第八章三到四节记载 约书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 趁夜间赶到爱城西面的山谷埋伏 也就是爱城唯一向外看不见的地方 另外 约书亚还挑选了五千人 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之间 防止从伯特利来的援兵 第二天清晨 爱城的王果然带领全城的人 出来迎战 约书亚跟着神的命令 伸出手中的短枪 复兵就起来夺了城 以色列人攻下了爱城 用火烧毁了整个城 爱城从此成为高堆荒场 所以爱城的名字 就是荒堆的意思 征服了爱城 以色列人向北行进 来到了事件北边的以巴陆山 约书亚按照摩西 从上帝来的启示 在以巴陆山上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筑了一座坛 约书亚献上 梵祭和平安祭 举行了进入迦南地后的 第一次敬拜 重新确立神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所立的约 以巴陆山对面 就是基立新山 两座山的高度差不多一样 大约是一千米 站在事件古城的遗迹里 看到一边是以巴陆山 另一边是基立新山 两座山都近在眼前 有趣的是 现在的基立新山 看起来还是比较清脆多数 就像生命纪中用来表达祝福 以巴陆山就比较像石头山 用来代表咒诅 我们可以想象 在约书亚时代 事件古城只是个小市镇 当时 以色列众民 长老 官长和审判官 都站在约桂两旁 在台耶和华约桂的 祭司立位人面前 一半对着基立新山 一半对着以巴陆山 为所有以色列民祝福时 相信 站在两座山上的人们 都能听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